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是有事儿求姐姐 我心做成了两个纯枝 正愁找不着人事呢 姐姐你帮我带回去 给姐妹们分分 试试可好 你老板做的东西 当然是极好的 我们可都求之不得呢 只是 姐姐可否现在就回去试 我明儿就想知道结果 比较着急 可这试盒 我帮你送 拿着 怎么好意思劳烦你呢 这有什么 你试完告诉我消息 就是帮我忙了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谢了 赵这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不吝点赞 尽量 来 来 来 赵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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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跑哪儿去了 赵指示 赵指示 谁把箱子开在这儿啊 赵指示 苏氏 苏锦石匹 苏锦石匹 如今 需要找到宫市局的账本 看看当日 是否入库了石匹苏锦 这宫市局的账本 岂能轻易拿到 说难也不难 不过 需要找人帮忙 放心 放心 自然会有人帮我们的 大人不好了 大人 高大人 高大人 出事了 大人 大官 大人 下官刚收到消息 那个吴依说 放在我们公事局库房的东西 数目不对 签字过去 差我们公事局的账啊 慌什么 此事我已知晓 这简直岂有此理啊 那他们丢的东西 为什么要差我们的账呢 怕是来者不善 无冤无仇的 他 他对付我们干吗呢 我们也没得罪他呀 他和我们是没有仇 架不住有人吹耳边疯了 大人的意思 又是那欧阳子鱼 除了他 还有谁整日和我们过得去 他在买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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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等他 不住手 分开 这要不住手 他们还要有什么 二者之间有些联系吗 宫市局的账有问题吗 大人放心 你密室里的东西 是时候可以出手了 诺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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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轻点 轻点 好 这些东西要是磕了碰了 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 是 快 放放放 快快快 好 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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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吗 好了 走吧 走吧 咱们走吧 这 这 咱们 这么好的东西 既然打我手里过 就别怪我关你点油水了 左右现在时局不好 量你也发现不了 少爷 少爷 您不能再喝了 店里的伙计都来找您好多次了 你算什么东西 量多多你来管我吧 滚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先行在家里喝酒 迪儿 出去 那 你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精盈 我怎么精盈 这几日一直在赔钱 我管得越多 赔得越多 我还不如在家喝酒 那也是你自己造的孽 那也是你自己造的孽 咱们苏家 施以布装生意起家 你放着布装生意不做 去干别的营生 这茶楼饭装是遍地开花 却没有一样赚钱的 好 现如今 你也是破罐子破摔 索性连家门都不出了 你真是个废物 我看那么多营生 是为了什么 我还不能是为了 仇占苏家吗 可苏家的招牌 在二叔您的手里 早已经烂透了 再加上严谨兄 夺走了我们一般家产 原道成都处处为难我们 二叔 你认命吗 苏家大势已去 住口 我不准你这么说 让别人的痴迹 变私家的威风 行血吧 二叔 事到如今 我们苏家已经没有什么威风 可言 而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 是您硬要逼这么去 颜文秀 硬要他参加什么竞票大会 用初而反而地跟他翻译 这样才扰怒了原道成 重处为难我们 二叔 您的每一步棋 都错得离谱 您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呢 分明是你无能 现在把所有的责任 全推到我的头上 没错 就是我无能 我没办法重申苏家 大耳术你 也聪明不到哪儿去 明明一辈子机关算计 可到头来您又得到了什么 你现在看看您的车位 可有一个人多重的人 你 你 完了 完了 苏家全完了 尼昌公娘 你不要太着急 王爷他们一会儿就来了 谢谢小金姐姐 尼昌 你可总算是回来了 他们送来的账本里面 连一丝破绽都没有 不过 他们却不知道 我们这一次查账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查宫市局的贪腐 而是为了这笔明信 因此 当年苏公明进入库房的记录 并未抹去 你看 就是这里 七月初三 并未入库苏锦 正是 苏公明进入库房 必有蹊跷 小金 王爷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王爷放心 我定能复制出一本一模一样的 让小郭给送回去 他们一定不会查去 那我们先退下来 这个账本对我们非常重要 您也要沉住气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这苏家与我们谢家 都是京城世代不上 如若当年的事 真的是他们在背后搞鬼 我寻寻觅觅 这么久的仇家 竟然一直就在身边 真是无法原谅自己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况且我们现在 已经找到了线索 大可以从苏家入手 抽丝剥茧 揪出真凶 为谢家沉渊昭雪 这也算是这么多年来 你所受苦难的最好回报 只可惜 我的家人都再也看不到 他们在天上 也一定会为你感到欣慰的 太可惜了 他正好回港 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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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了 跑 走 让你跑 跑不了了 什么情况这是 他想跑被我们抓住了 小子 你长本事了 你也敢跑 带他去叫王爷 这小子啊 居然自己跑了 王爷呢 开恩呢 这 这 对呀 我给你下药是我不对 但你都关了我这么久了 这每天就是买那非贤菜的 我受不了 喝 有的吃就不错了 你认便宜了 你知道谋害王爷什么罪吗 那是朱九族的大罪 现在让你戴罪立功 给你一条生路 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要回家 走 走 等等我还有一件事 也都没有说 放开他 说 月黑风高那晚 我当时正在梦中熟睡 一群混账东西 这批天丝棉可是入了关账的 也敢给我送来 是不要脑袋了吗 那上面还盖着公车局的戳呢 都看不见吗 真是瞎了眼了 还要让我亲自来收拾烂摊子 崇磊 冲祸 我一进去就傻眼了 明明高璇就是在我眼皮的底下进去的 却硬生生的不见了 一群蠢蠣 害死本官 后来我就溜走了嘛 我听我三姨说 平常采办 从外头买的货呀 都要交由公事局的大人们 亲自盖账业货 有些不能用的 便远了返回 但有些你付了银子的 那就不 不能退了 只能暂时地放在库房里 等到下轮换市 或者开市的时候 再卖出去 但临时库呢 我听人说管理混乱 也是浑水摸雨的好地方 这许多值钱的东西 他们故意不给盖账 他们炒机会呀 神不知 鬼不觉的 没想 高福那个杂物签呢 想必定是连着一个地下库房 就是用来放那些摊下的东西 这个地下库房有多大吗 从美眉上看呢 不算大 但是我估计着 里面还有一条秘密通道 你可以走了 快点啊 王爷 不如将此事奏紧天家 让天家禁止派人去高府 搜查那个密道 可若是这高府搜不出东西来 我倒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 瓮中桌边 本王设一宴 将袁道成和高悬都请来 再派人把守大门 一个都不能放出去 同时 派人去搜查高府密道 人赃并获 由不得他们不认罪 你放心吧 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是不会都不认罪 查了这么久 也该收网了 大人 那霓裳进入王府到现在还没出来 又是霓裳 此事果然跟他有关 那洛王殿下 今日又查出些什么 欧阳紫瑜拿走了账物 还有一脸悠闲的样子 着实让人心里不踏实 这欧阳紫瑜如果继续深挖下去 只怕会牵扯出更多事端 如此一来 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 阿牧 在 谢家之事由苏家而起 顶当由苏家而终 诺 大人 您的意思 那苏公明 他不应运 您的意思 您还是会 赶紫瑜 您的意思 您的意思 ar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老爷 您都几日没有好好吃饭了 再这么下去 身子会熬坏的呀 你什么人 要你命的人 少爷 少爷 你快醒醒 醒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老爷 二老爷他 他自议了 快回去看看吧 少爷 这是二老爷留下的遗书 我苏公明多年来七行八十 垄断五家 气伤满响 陷害同行 苏氏白年几夜 竟会与我苏公明一人之手 自知罪孽深重 不得已自财谢罪 这些不是好熟悉的 但是老爷 这确实是二老爷的笔迹 母后 我能了解二叔 他绝对不会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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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你这是 是 你快倒上来 那叔叔被掐死的 是 什么 少了 少了 死是定有蹊跷 给我 闭嘴 把我惹急了 我把你铺子全是瘦了 信不信 你对付香草堂那个女人的时候 也没有半点手软呢 如果不是你把事情扮砸了 本官又怎会处于下方 你不认识 杨文秀 我劝你摆清自己的位置 你已经无所倚仗了 而本官身体 也从来不会留那些 无用之人 你不过去 同官的生命 是真的吗 我突然没有想到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你找他 我去找我 大少爷 前来调研的人都走了 大少爷 您也要节哀呀 现在整个苏家 就只能靠您一人了 肖管家 您放心 忙了半日了 您回去早点休息吧 二叔的死必有蹟蹺 我想再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异点 诺 二叔平日也算勤勉 往日种种 我也多有不适 现在想来实在不该啊 这章目还没有看完 二叔怎么可能自意呢 我就不信了 有一点蛛丝马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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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帝亲戚 与兄母久病缠身 恐命不久矣 此生无甚可恕 唯有两大汉室 特此留书 往吴帝禁忌 一时文宇年幼 还须你多多费心 二是苏家近年一家独大 风头过盛 当年谢家旧案 你更是犯下大错 若有一日失败 恐被殃及 还是趁走收手 苏公权 王爷 霓裳姑娘来了 可是出什么事了 苏公名字尽了 你不会 怎么会 我不信 我要去看看 你先别急 他在此时之际 必有蹊跷 我们还需从长记忆 我这好不容易寻到的线索 如今又断了 我还有好多话没有问他呢 一定是新极了洞的手 他们提前行动 势必露出马脚 我们上次说的行动 可以加快布局了 到时就不信救不出他们 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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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人请恕罪 刚刚文宇在想家中的事情 今日我来 是想询问出货的时间的 但听闻袁大人不在公事局 便打算回去了 苏公子如此上心 想为你二叔 一定也会倍感欣慰的 你们苏府的事 本官已知晓 你二叔留书自尽 实在是令人惋惜啊 还请接哀哀呀 二叔留下一书的事 并无他人知晓 这高璇 果然与此事有关 多谢大人体谅 只是我二叔正值壮年 他还想一心城镇苏家 怎么会一时想不开呢 我觉得此事一定有蹊跷 那本官便不知晓了 也许一时丧气也难免 本官正要去袁大人府中 苏公子若有急事 望与本官一同前往 多谢大人了 现在家中还有琐碎之事 我还要回去处理 文宇便先行告退了 海王大人海涵 海王大人海涵 写那个写真 公子苏他也没工作 海王大人海涵 海王大人海涵 离乔 放这儿 上去吧 诺 大人 下官已将那些东西尽数出手 这是换得的现银 请您查验 袁大人 最近行情不好 加上我们又急于出手 所以不好抬价 也就只换了这么多 您辛苦了 高大人 对了 大人 下官还有一事禀报 刚才下官从宫市局出来的时候 正巧碰上了苏文宇那小子 听那小子的口气 似乎不太相信苏公明是畏罪自杀 你是说 他在追查苏公明的死因 这个下官也说不上来 不过阿末出手 虽然是干净利落 阿末是我的心腹死事 此事除了他 就只有 你我知道了 大人 严老板 让他进来 诺 袁大人 高大人 严老板 今日叫你们来 是有事相伤 这欧阳子虞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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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欧阳子虞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好端端的 射什么宴啊 怕是 红门宴吧 那你说说 这欧阳子虞此举 是何用意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 洛王和大人素日不睦 怕是有所筹谋 难道是 还不止 只怕是这洛王 要追查到底了 卢大人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却随我一同赴宴便是 这洛王既然先行出手 本官也不能失了礼数 须得亲自一会 至于这个霓裳 我倒要看看 她在欧阳子虞心中 到底有多重要 不认识 王爷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已经派人埋伏在府楼科处 随时待命 袁高二府可有动静 一直派人盯着呢 并无动静 袁道成一心其中 未见他会来赴业 若袁道成和高璇不出门的话 我便派人立刻为了袁高二府 强行入府搜查 不过王爷 此举动静颇大 若要真打起来 咱们未必有胜算 王爷 小侯爷到了 这你们不用担心 就算你们洛王府的兵力不够用 加上我将军府的 我就不信 斗不过一个袁道成 小侯爷 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呀 本来正在清柳阁和公主闲谈 你家王爷非让我帮这个忙 我实在是推脱不开呀 你可真是倒打一耙呀 明明是你主动请英 说你要在兰昭公主面前 展示英雄气概的一面 你还没谢我给你这次机会呢 洛王殿下 您可太会颠倒黑白了吧 怪不得我什么都抢不过你呢 小侯爷 您打算援助我们多少兵力啊 三百 够吗 一百足以 袁高二夫上下加起来不过一百有 咱人多了 还显得欺负他 此为下策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动用 那袁道成 高学 皆是朝廷命馆 若未经添加云准 便私自为府 我怕到时候会连累了刘将军 你们大可放心 家父他极恶如仇 他老人家回京的日子虽然不长 但也看出了 宫市局那伙人贪腐成性 早就想揍他一本了 此次能为洛王效劳 家父求之不得呢 林尊慷慨正义 本王着实佩服 霓裳呢 她在瑞云准备比试啊 此事事关重大 为安全起见 还是把她接到身边为好 带到铲除了奸贼 再让她回去比试也不迟啊 你收得有礼 小璐 在 素素带人去瑞云 接她来王府 诺 禅王爷 飞鸽传书大 人已经出府 往这边来了 让大家都做好准备 诺 她说谁做愿吗 是你 屋是个小石 下石 封山 是个小石 从哪有 去 尊藏 是个小石 驾 大人 大人料事如神 欧阳子虞的人 果然遍布在洛王府的内外 咱们现在怎么办 是回府还是 回府 四处转转 静观其变就好了 严老板那边 恐怕也已经得手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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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姑娘 她不在乐园 你说什么 她不在乐园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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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禀王爷 赵通山大人 刚送来一批瓷器 还顺带了一封信 王爷 近日 有人在云锦庄周围 打听霓裳姑娘的身世 那人还亲眼看见 那人在云庄主墓前 驻足良久 走 糟了 那场的身世 王爷 王爷 人 人不来了 什么 杏原的马车 突然掉头回去了 王爷 小侯爷来人通报 说已将梁府包围 问几时动手 王爷 先撤兵 此时不能轻举妄动 霓裳很有可能 在圆道成手里 圆道成 怕已经猜到了 我们的行动 他看见了 怎么会呈到 他那儿 看他 他就能赶紧 这场的 这场就花了 不能再一切 他就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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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改了 他就改了 他就改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翔 你怎么才回来啊 你去哪儿了 霓裳来找你 刚走呢 舅妈 你看我裙子别贴了 气死我了 我刚从王爷外家出来 就碰见一个卖酱料的小贩 明明是她自己狡猾把酱料打翻了 还非得说是我搬了她一家 还让我赔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